世尊当年在世 将要入灭了 弟子们很惶恐 佛在 我们有问题 可以请教佛 佛不在了怎么办 佛留给我们四一法 四条 第一条教给我们 一法不一人 我希望尽忠同学 一定要尽忠真正的今天 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佛经 阿弥陀佛经 在净土三千 后来 为陌生居士 加了一样 普贤菩萨行愿品 灵光大死 又加了一样 大师之菩萨运动场 号称净土五金 这五金够了 以后没有再加的了 五种圆满了 为陌生 把普贤行愿品 加上去 有道理 你看看本经 第二品 得尊普贤 说明 西方极乐世界 所修的 是普贤菩萨的 法门 与十大愿王 运运运相应 所以把行愿品 最后的这些段 加进去 是非常正确 证明 佛在这个经上 讲的没错 大师之菩萨运动场 主要的内容 是教我们 一佛念佛 献前当来 必定见佛 又给我们讲 念佛的方法 都是六根经验相机 就是不怀疑 不夹杂 不间断 不要夹杂 把弥勒菩萨夹在里头夹杂了 再要夹杂的经 夹杂的咒 那就更错了啊 不夹杂的咒